其实我也不知道在恢复什么样了 但就是还会是会痛 然后1月4号 把钢针 把两根钢针 然后再过个不到100天吧 再做一次手术去钢钉 是吗 我坚信梦不是烦的 以现在的这个情况看 我想下地走也不太可能 但医生说可以给我做一个织具 就像鞋子一样的一个织具 它可以让我在完全恢复之前 如果脚落地的时候 用脚后跟支撑 所以在相对一段时间 可能要带那个东西 然后再过100天的时候 做完手术再歇个30天吧 就可以尝试着完全下地走路了 然后因为要做恢复性训练嘛 因为那时候肯定肌肉就萎缩了 就要重新开始学走路 没错 那个宣传很多都做不了 然后杂志也拍不了 采访也很少都能做到 广告也耽误了 赚钱也没了 跨年演唱会也去不了 但其实我觉得我其实 我有时候可能之前犯了很多的错误 就是我老想为了证明自己的演戏 去接了很多其实并不是很适合当初自己的角色 但凡事都是两面看的 我觉得年轻就意味着可以允许你失败 不断的失败 让你不停的尝试 促使你不断的成长和成熟 所以尤其是作为男人来说 30多岁刚刚 我感觉到我刚刚 可能最好的时间刚刚开始 所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我觉得我有多尝试的机会 我可以继续尝试 继续跌倒 这对于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对于我来说 没有不对一说 我觉得人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就相对而言 因为凡事都有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 就你的尝试 也许在可能在票房上 在各方面不成功 但是可能在业内人士 或者在会看戏的人 会觉得黄明不一样了 又进步了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成功 对 所以所谓的 只有这个事情本身的 别人对你的认可程度 高与低 并没有完全的对与错 这是吧 对 就问你那时候你觉得就是 特别想证明自己会演习 所以去结了一些 可能后来自己进行 蛮犹豫的 其实就为什么 想出这么一个东西 别人说的一些话 刺激感 对 被别人说的话刺激到 其实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一个人 我具有所有年轻人的这个 二货的精神 然后 这个 有时候也挺 挺冲动的 也挺较劲的 我是一个特别较劲的一个人 所以当别人说的时候 我会很不服气 其实客观的看是不对的 对 作为一个艺人应该是比较能够抗压力强的 但我不是不能抗压 我是很不习惯老听着别人那么去说 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可是那会是 是不行的 所以就选了很多戏 其实雅各不适合自己 但是却可以提升自己的表演和表现的 那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但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根本就没有对于错 就说 完全就是 就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 你本身已经受益了 但看似客观情况 可能没有达到大家想要的效果 但其实对你自己来说是个提升 如果你始终不变的话 可能对于你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提升 所以凡事都是两面看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敢闯 敢做 错了也不怕 大不了跌倒了再爬起来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从能被别人说的一些话 影响到 其实已经自己能看出来 这个阶段 你中间有一个 所谓的部分的一个过程 你会觉得 别人说什么 他说其实我也知道 就算 可能别人 有一个人觉得我不行 但其实票房和购物是正常 我觉得我就可以 你不过这个东西 有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顿悟的过程 所谓的顿悟是有大量的量的积累的 才会有一个质变 其实就是这样子 因为经历了很多 现在我有时候就是躺在那想 正好这个腿断了 也有让我有时间在想 我真的是挫折 真的是磨难是一波接着一波 然后本来想 好好的挂机脚断了 本来想这个拍得不错 这个又碰到其他的票房强劲对手 本来想说 终于可以这样子 挂机又碰到一样 就是你会觉得 老天一就好像在 对每个人都是在戏弄似的 好像股市一样 说今天觉得跌停了 明天该好了吧 刮明天又跌得更厉害了 说今年应该 那个不好 明年应该更好了 结果明年还不如今年 人生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夺走你什么 什么时候他会让你变好 所以你永远需要做的 就是你因为你不知道 下一分钟是什么 所以你这一分钟 能做的只有努力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抱着 就是无所谓 就是如果老天爷不给我 并且拿走我什么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这对于我来说 就是让我跌得很低 但我知道当我跌得越低 我将来会爬得更高 所以我自己每次都会 怎么去努力 就是不管我躺在床上也好 还是当我能够站起来工作也好 我会一如既往的去努力做好 我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年轻人 该有的一个精神 然后开玩笑似的说 这两天我在想 我说应该就是学会把诅咒活成幸福 就是把所有不好的东西 往你身上迫的 不管是好与不好的东西 把它当成是一种祝福 当成是一种正面的能量 去吸取它 然后变成促使你前进的一个动力 对 我真是命挺硬的 我觉得自己就像九头猫一样 这个 无数次被车压 进电影学院前一个月 被车直接从脚背上压过去 我亲眼看了压过去 我靠 我说完蛋了 我脚背汽车压了 哎走路没事 我还跟司机说 你走吧 没事没事 没关系我还安慰他呢 这只脚这只脚 然后那司机说你真没事 我说好像真没事 你走吧 我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挺挺扛压的 这个车压过去 吉普车啊 就那个吉普212那吉普车 我说还没事 我还挺厉害的 过十分钟就疼得不行了 就当时其实给震麻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叔叔 然后我跟我叔叔说 我说我走不动了 我在那个公用电话亭呢 坐在外边等着你 然后他就跑过来 把我背到医院 然后脚短了 考电影学院前一个月 我也是在家躺了很久 后来拄着拐杖进到考场 然后再后来是 老师为了验证我不是真的残疾人 特意让我三个月之后 又去了趟电影学院 然后蹦蹦跳跳给他看 然后因为有一些是真的是有问题的 然后最后就把我 拿去电影学院了 后来也包括在龙票的时候翻车 我的颈椎断了 包括那个拍戏的时候 被车撞翻了 很多就经常我会发生这种事情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 可能我只能拿那句 天将将大人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情几股 恶其体肤 空发其身 幸福乱其所谓 来安慰自己 所以这句话 是我背的最熟的一句话 我永远都在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但我是一个很 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很倔强的人 其实我在很多时候 完全可以不用那么使劲 完全可以休息休息 就比如说我拍这场戏的时候 后来导演告诉我 说我其实拍了33条 我并不知道 我以为我才拍了十几条 导演说我拍了33条 我在想 我们到底是多么的较劲 多么的要努力 把这条拍好 也就没事了 如果导演跟导演说 差不多就行了 就这样吧 也就这样了 就是太要求完美了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你就去面对 如果说今天真的说 这只脚我不能动了 真的是变成一个残疾人了 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失去双腿的一个残疾人 跑步 可以跑得过一辆汽车 一匹马 不是一辆汽车 我非常佩服他 包括我们的这个无比钢琴师 用脚来弹钢琴 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情 是可以难倒一个努力的人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如果今天失去了一条腿 我依然可以想办法去活得更精彩 活得更好 我依然还会想办法去养活我的家人 我不会让我的家人觉得他们因为有一个残疾人的儿子而丢人鲜言的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每次出事的时候 我都会反过来去安慰我爸妈妈 我说没事没事 我说你放心 他们我妈都快哭了 一看到我还在那 我妈第一次过来 看到我躺在那个急救室的时候快哭了 然后我还笑嘻嘻的 他立马就不哭 他就觉得他不可以哭 因为他也很坚强 他觉得他不能让我感到难过 所以我是遗传我爸妈的这些个特点 就是就在某一方面很要强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心态好比什么都强 也不是这个角色是我选的 首先我得喜欢我才会去选 所以首先这个角色本身是因为有跟我一样的地方 我才也想去演这个东西 那其次就是 本身因为是我演 你看到的成片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 我来改的 所以 基本上这个角色是跟我自己是比较贴近的 同样一句话 发歌说出来 跟我说出来 跟你说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个是我改的 每个都是我改的 对 因为都是我来演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是我赋予他的生命 所以他是跟着我走的 大上海其实是我跟发歌艺人一半的 对 然后我完成的是前半部分年轻朝气努力的一面 其实比较像我本身的一面 那发歌演的是后期比较成功成熟和 情感比较撕心裂肺的一面 对 所以 就一人一半吧 每个人 每个人要要做的这个角度不同 给他配音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比如说真的尽量是上他 还是上他 我很犹豫 配音 真的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我是不愿意配这个音的 我是 其实我本人是非常反对 配这个音的 我认为发歌 第一是我的偶像 第二他有他自己的解释 我会给他配音 我怕我配不好 最重要的 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是长辈 他的声音毕竟跟我还是有区别的 我是怎么装也是装不出来的 我再憋着嗓子 也憋不出那个成熟 那么成熟的那个劲 所以我是反对的 那 但是我周围的人和导演 尤其是刘卫强 是非常的坚定的 一定要我配这个音的 那他说香港版本是发歌给我配 内地版本是让我给发歌配 他相信一定OK的 我是被赶鸭子上架的 然后我第一天去尝试 其实我挺忐忑不安的 然后 我觉得一开始费了很多劲 因为我老不相信 结果配了两天 第二天配的还不错 尤其是在几场 中场戏的时候 配出来 感觉还是挺好的 然后虽然是我感觉嫩了点 但是 毕竟没有办法 他是为了一个统一性 他为了要我 从我到发歌 之间的转变 不会太明显 是两个人 对 然后 后来 把配完的效果传到了香港 刘维强导演听了 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 他就挑出了几段 他觉得还可以更好的段落 我又重新补配了一次 然后就有了今天的这个东西 然后 对 然后第一次在新加坡 那个做首映的时候 我还特意去问了 这个新加坡的一些看过的人 我怎么样 他说 很好 很感动 我说那配音呢 他说 没有人想配音这个事情 我说 哦 那就很好的 就没有 就大家不要去在意 那个事情就对了 当时有旁边有人提醒我 我才 我一个神 我说 那个普通话 是我表情 但其实我觉得 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的男吧 他还有装弹呢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属于艺术创作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不可能是 完全还原真实 不管你是 1942也好啊 还是 王的盛宴也好 还是什么 你不可能是完全 还原真实的 毕竟是演员来演戏嘛 所以很多是 艺术创作的 就我觉得大家不要 太去较真 这个事情 就还是挺好的 我其实很少去看 别人的评论 但是我会去看 时光网啊 这样子的这一些个 对电影的一些个评论 当然乱说话的人 我不会在意 但我会看一些 比较客观的评价 对 客观的评价 我还是很开心的 对大上海和写弟子的 对大上海这部戏本身 对写弟子的表演的评价 还都是很高的 当然每个人都渴望成功 渴望别人是夸奖自己的 但是毕竟 你自己看自己 和周围的这些个 很熟悉的人看自己 是不客观的 因为太熟悉了嘛 太了解你了 而且尤其是到今天为止 可能周围说假话的人 可能比说真话的人要多 那我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但人家也没有必要说你不好嘛 是不是 所以我还是比较希望 可以客观的听一些 那个真实的声音 当然我说的是那些 基于真正想去欣赏电影的人 不管是娱乐还是怎么 就是普通真实的声音 而不是那通没有看过电影 就针对某一个乱辱骂那种 那种那种人 我觉得是非常 我是不屑于这样子的 很不客观的 我觉得做人做事 就要实事求是 要客观一点 对 那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 我觉得挺开心的 就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些人 中国的电影就会越来越好 不是我挺怕 据我所知 大家都怕 再优秀的演员也老觉得自己不够好 还可以更好 那我同样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人 尤其是演员 他是一个人的演的好话 他是根据成熟啊 阅历啊 人生经验啊 还有机缘啊 都有很大的综合因素在一起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 从某一个角度去定论 所以就这样子 我偶尔会 现在都不爱看镜子了 我一开始 当我最初演戏的时候 我看自己 我觉得 真他妈傻 就自己怎么那么难看 那么傻 所以就不爱看 养人一习惯就不爱看自己 但是到后来慢慢看习惯了 你就比较客观 比较冷静 你会发现 其实别人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傻的戏 人家都觉得还挺好的 后来观众也接受了 我就才明白了 原来其实那样子也挺好 后来我在看别人的时候 也挺客观的 所以就变得就是 我越来越会比较挑脱东西 比较冷静 比较客观的看待自己了 看待周围的人 人是就是很怪的这样子 就是人对自己永远不完美的 就好像我前两天碰到几个 其实长得已经很好看的人了 然后他们老跟我说 他们要整容 要这样这样那样子 我当时我也觉得 草有病吧 为什么 对 然后我以前也觉得自己难看 但现在我对自己 越来越满意 尽管其实我也 我觉得自己 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那么阳光朝气 没有以前那样子 已经越来越老练了 但是我越来越对自己满意了 我对自己的满意 并不在于自己的外表 而是我觉得 外表已经不够让我 令自己满意了 我觉得一个充实内心的人 才能让自己满意 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满意的是 因为我觉得 自己学会了越来越不在意外表 而越来越在意内心的东西 包括我跳的角色 你们也看到了 我都越来越不在意外表 越来越在意这个人物内心的东西 这就证明我在进步啊 不管你是不是观众会不会认可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能力有限 我不可能一下子变个超人 我就慢慢来呗 我经常跟人说 我能不能把它弄得再难看一点 再不像我一点 我经常跟造型师说 好吧 随便你 优势也是障碍 当你在刚进入这行的时候 绝对是个优势 当你时间久了 绝对是个障碍 这个障碍不是别的障碍 是别人给你的 也是你自己心理上的 说白了今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 不是打电话 就刚之前有个朋友在跟我聊天 说说你没有办法 说你的这个形象的人 尽管我觉得不怎么样 但别人觉得好 你这个形象的人 跟不是这个形象的人 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人比起来 即使你跟他同样水平 同样努力 人家也会觉得 对你的这个赞扬一定比 对他的赞扬要少 就你付出的努力再多 你跟他得到同样的成就 别人也会觉得他比你强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天生 对大家天生就对这种人会有益 就是多多少少会觉得 你那样子努力是应该的 你那样子是是是是怎么样的 对大家会会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是你成功了之后 说好话的人会占绝大多数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冷静 需要真的去 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挑战就来临了 我觉得人 不是处在逆境的时候紧张 是你处在一个好的环境下 才应该紧张 所以 当周围太多人在夸你 在赞美你 你很成功 很得意的时候 反而是 你最应该谨慎和紧张的时候 对 所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有时间给我一点挫折和磨 那让我躺在那冷静的想一想 到底哪个是我该要的 哪个是我不该要的 挺好的 反省一下自己 其实你并不知道 说实话 你自己感觉不到 你是处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 当你什么注视都顺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往往都是说 在逆境中成长 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就你在顺境当中 你可能保持清醒 你会增长 但你绝不如在逆境中增长得快 这是一定的 因为当你处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 别夸你觉得这是对的 这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这个时候人往往就会得意 就会得意忘形 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选择和想法 但如果你在逆境当中 你就会做事小心翼翼 你会加倍努力 你会渴望得到成功 所以你的成长速度是倍增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如果是一个瞬间争的小孩子 真的我们应该把他去扔到一个 外国或者一个自己 比较独立自主的环境当中 不要给他一个太好的环境 让他好好的成长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成长方式 我可以接受你的这个称号 但我绝对是从屌丝过来的 因为我是白手起家的 因为我前这看一个调查 说美国的富豪 80%是白手起家的 那包括中国的 我认为也是 一般都说富二代 但是富不过三 第三代就开始挥霍 就不懂事就造家了 所以我很庆幸自己是从屌丝变成了 这个所谓的高富帅 然后我是通过自己努力的 所以我可以堂而皇之的 大大方方的去给家人买个人各样的好东西 去满足自己心爱的愿望 然后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这都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所以我觉得过不过意 这个事情本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还在想着怎么样才继续努力 才能做得更好 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足够花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想着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的事业更好一点 有能力可以再帮助别人再多一点 包括这两天大家过圣诞的时候 那个校车翻了 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 大家在欢欢喜喜的时候 有那么一个校车翻了 我当时想 吵妈的 怎么没有人去关心一下这个 这些个孩子们的想法 这个不关心孩子 我们未来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会进步 对 有时候也挺悲哀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明星慈善 不管是真的假的 只要他能做 我就觉得已经是很好了 就是因为 至少我所知道的这些个明星 捐钱都是真的捐的 没有人肯为了 也不至于说这几百万 会伤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假 所以捐钱肯定是都是 至少我都是真的捐出来的 但至于捐到的那个地方 有没有真的用途 这就是得做一个监督机制 来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明星 不管你是怎么样子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只要做出来就是个好事 因为明星一定可以带动一部分人 去更多的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 只要他做了就是好 投资基本上我是有合作伙伴的 然后慈善的事情 我是专门工作室里边 有两个人是专门负责慈善的这个事情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也没有那么聪明 那么厉害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智商高的人 所以我不可能又做生意好 又做这个好 生意好了就演艺事业就不好了 演艺好了生意可能就会有些影响 所以我只能是努力做好一样事情 那我现在很想努力把事业 就是我的演艺事业做好 所以其他的东西就找合作伙伴 让他们去做了 努力去帮助吧 不能说栽培 我没那么老 我没那么大能耐 对我只是只是一个尝试 做制片人也好 做老板也好 我都是在尝试的过程中 我并不认为我现在很成功的一个 老板或者制片人 但我确实觉得我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者 因为我虽然可能没有说 让我的这个合作的导演 有多么高的票房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 但是我们却鉴定了他的才华 并且让他跟我们都有机会去 更好的去做下一个电影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杨树鹏导演在写剧本 对他的优势是在于他的创作 他的才华 对我相信他做好了一定会告诉我的 如果有合适我的 对 会 我一定会的 因为市场越来越好 然后自己既然有 我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和才华 做其他东西的话 我就不如多点时间做这个东西 那在 大家都说在金融不好的时候 其实反倒影视行业是一个 朝阳的行业 对 娱乐行业 我有时候觉得我的性格可能 更适合做商人一点 因为 我比较好朋友 然后 我太不把自己当成个大明星 去跟别人接触了 所以别人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太好 好得太不真实了 可是我真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我从头到尾的教育就是 待人接物要有礼貌 你是演员也好 你是扫地的也好 你都是人 你都应该是平等的 所以我太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明星和偶像去做了 我不会装酷 我也不会那个 可能大家说我演戏会装酷什么 那是演戏当中 但是生活当中的我是一点都不会装酷的 所以我 就太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明星来做了 可是事实就是 客观事实就是 我现在又不得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明星去做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品牌 这是我的一个产业 我要小心地维护它 否则的话会对我将来产生影响 对 但其实跟我接触过的人来说 其实大家会认为我更适合去做生意多一点 我的性格太 没 就当艺人很好 但没想到艺人里面还要怎么会成这样 还行吧 其实我原来就是很早 那时候应该还在开风声的时候吧 就是我对你印象就是 因为那时候去上康熙 然后我说 为什么它那么 就很跟 因为你像刚去的时候 他们小孩子要你一起 但我一样做鬼脸 但你大死都不做 就是死都不做 我就看了说我气死了 我这个人怎么还不放小心呢 然后 但现在我 但大家会发现突然 卖萌卖腹这些东西 你一点都不在意 而且还玩挺高兴的 而且确实 整个人觉得特别放开了 老了脸皮厚啊 无所谓了 就这样吧 对 他说的是对 其实我不是觉得自己帅 所以这个就是 有些人一段 我好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心情 其实不是 是我不好意思 我不愿意去做那种事情 就像 我不开玩笑似的说 我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去 演一个我不愿意演的角色 在原先 最早的时候 有一个同志电影找我 明白这是拿奖的 我就是没去演 原因就是因为 我不想被别人看到我的裸体 和不想去跟男的 有那个东西 但你现在问我后不后悔 我可以告诉你 我后悔 我要早那样子 我早硬地了 我还干嘛 那么费劲呢 对 所以现在还亲 亲就亲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又不会掉块肉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就正好 对 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心路历程 对 就是以前就我不爱做那种事情 我害羞 就为什么人家说 华晓明 就老师也好 很多同学也说 说没想到 华晓明会是今天这样子 我以前考电影学院的时候 我们同学跟我打赌 你肯定考不进去 因为我是一个太内向 太害羞的一个人了 完全我就放不开 我 大家可能都没有留意 我讲 以前讲的一个故事 我说我六岁的时候 有个导演来看我 我 死命捂着自己的脸 别人用手 扒都扒不开 这就是我从 我基本上到 二十八九岁之前的性格 就那方面占的居多 我是强迫自己 要放开 去做一个演员 因为我 给自己一个座右铭 就是 既然我做了这个 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这是我的座右铭 所以才会有 今天就是 我会越来越放开 越来越放开 但其实我的根 不是因为我 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 我完全是因为我害羞 我放不开 我不好意思去做那些事情 但当别人都说 你要做 我也会 勉强去做那些东西 我也不是 不是不会去做 所以我真不是 为了自己的形象 可能大家都 都以为我是为了保持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我老觉得自己 年纪越来越大 自己再 再不 玩一玩 就没机会玩 再对 再不蒙一蒙 就 就没 就没机会了 对 我有一个潜在的责任心 就是认为我做人 就是 一定要讲信用 一定要讲义气 而且既然答应人家做了 就一定要 给他做到底 并且很好地完成它 可能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这是错误的 但是你也必须要把它做完 因为这是一个信用 就做生意 讲究的是这个诚信 说着说 又只说到做生意上 对 所以 林迪刚才说了 相当感动 回来准备哭着 给你推到那个 哪儿去 帮我祝他幸福 然后我刚才发了一张 你轮引照片 那我怎么感谢 我以身相许吧 对 我不爱做小三 说到哪了 对 就是诚信 所以 做一样东西 就要爱一样东西 就要坚持给他做到底 这是我的原则 对 至于我也 当然我也要为生计考虑 就是 做一个演员来说 我也看到很多例子 就是老了之后 没戏演了 很惨 很悲惨 那我肯定要给自己 想点后路 所以我也会做一点 除了跟演戏之外的 行业的事情 可能是我比较传统吧 说白了 就是我自己 心理上 其实比较传统 我压力比较大 我老觉得 这个 我是长子长孙 我就莫名其妙 有一股 要担起家庭责任的重任 因为我的 有几个弟弟也 就是 不太争气 然后我老觉得 我应该得去养活他们 对 其实你搁到普通人 可能有些人就无所谓了 反正我活得好就行了 我管你其他人怎么样 那我就从小 莫名其妙被 我也不知道是被家人教的 还是 怎么回事 就是我天生有一种 这种 这种责任感 然后另外就是 我也很沉浸在 就是当我能够帮到别人 别人开心的时候 我也觉得有很大的成就感 所以就两种这种 东西加在里边呢 就让我莫名其妙的 就一定要 很努力 对一定要 争气 有压力 对 就一直都这样子 包括 对 包括我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一直都想要 我既然我有工作 是我有工作人员 我一定要让他比 其他的活得好 对 一定要不能比 其他的工作人员 对 对 他知道 我们都是高薪 聘请人才的 就是我的工资 应该都比其他的 其他的公司的人要高 而且我奖励 而且我奖励都比其他的要丰厚的多 包括车 包括钻戒 其实都大的多的多 其实我在想如果真的不能演戏还挺好的 我真的就踏实了 我就老老实实去干点别的事也挺好的 我就不用那个整天被这个无缘无故的被人说来说去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自从你放开之后 对你的那种就各种拿你来开玩笑啊 几堆那些东西也很少 对 我就这个意思 其实 我说的就是包括以前到今天为止所有的 但其实到今天为止已经 我看已经是很好了 对 所以我也挺开心的 我只知道还是那样 我只知道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你努力总是会有成绩 总是会别人会看得到的 所以 就这个是没有错的 天然掉馅饼一定会掉到那个 正在努力的那个人身上 对 他绝不会掉到一个庸庸 庸庸无为的一个人的身上 庸碌碌的一个人的身上 对 说实话 其实 一直在等那块馅饼 可惜现在还没掉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都还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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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高分还高是不帅了 那最近这几个戏 这个情况 就也 不是特别的乐观 所以我觉得还没到 那个馅饼 对 至少还没掉到我头上 对 我妈倒是没催 对 对 但是确实现在工作太忙 就 也无法分心去 想那方面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会有影响 就正常生活 绝对影响 这工作跟生活 肯定是只能选一个 不能选两个 要么放弃那边 要么是 我说的不是说是完全放弃 就是侧重点 对 侧重点 適合